那你不會姓弟弟嗎 弟弟啊 弟弟現在就是 欸 哪個部分啊 他們算是和平分手 嗯 我覺得為低潮吧 然後就不能在這種時刻跟他講一些 好的啊 怎樣 不行 你就 欸 沒有 還好吧 但是他主動跟你說 等一下會太幸運了 沒有啦 我早就知道了 這種事情還要吃幸運 已經學生時期在一起是 我覺得要延續到出社會很久的想辦法 水兒就有講說 他不難過啊 其實就是因為他覺得我們不是撕破臉 就不會是那種痛苦的感受 我覺得他們兩個在這件事情上 其實處理得還蠻成熟的 他們兩個都是藝術家 就是我們無法參透這當中所有的奧秘 太難了 你完全沒有看出難過的樣子嗎 嗯 我覺得為低潮吧 還是會有 可是畢竟他們又不是大吵架分手 他們就是就是好好的 就這樣子結束了 不會想給低潮是不是建議啊 不會 不會 我覺得我只要講這個 我就變老人 我不能做這種事情 然後就不能在這種時刻跟他講一些 好的啊 怎樣 不行 我覺得這個小八歲才是長的 不要老是覺得好像自己懂很多 所以我就覺得沒關係 就是還好嗎 OKOK 沒事 OK就好 老公身體也不錯喔 沒有辦法開放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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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妳完全都不會像朋友 就是抱怨跟老公說 他怎麼給我做這樣 生活習慣很好 對啊 生活習慣比我好啊 對啊 因為姊妹 我真的非常抱怨 對嗎 可是他怎麼不懂女生的心 不會 他非常抱怨 我覺得比起來我還比較熟成男 就是有的時候 反而他有一些小便扭 我還要想 就是為什麼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然後他就跟我說 因為剛剛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有點熟成 對他對不起耶 我沒有注意到 然後就是反而是我要更進步 我才能夠去體協別人 我沒有想到是否 我不是不要為他營造 不懂的想像 因為他在這個部分 是比我還要先進步 因為他會吃醋嗎 因為我在節目是好的 是不懂得太清醒 來 我就問 你們在打理 看看我跟哪一個男人 有互動的親密 你是不是很敵人喔 對啦 這是我的心裡面的痛 因為我本身就是一個絕緣 你看我進演藝圈 我就沒有認為 對 這是不是很無聊 我在想說 沒人 沒人在是不是 好 沒事沒事 你好 台北 很高興買Chili 這不會很膩 不要嘗我的話 這是我點的 你看這邊看到了什麼 對 最後 第一個大樓的角色對我 讓我很不開心 不開心 他家裡的那個喇叭 那個飛機的 他哥最怕的 他 他 他有憤怒體在裡面 我找不到 他叫做什麼 他叫做什麼 應該不開心 他叫做什麼 它叫做什麼 啊 她叫做什麼 那果然 那果然 是 就像什麼 我 那果然